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工程师按照往常一样行来修理 一个是男主 另一个是男主的黑人朋友 修理结束后 男主看着死去家人的照片感到很自责 而朋友精神出现异常 经常幻想妻子还在身边 而且无论妻子说什么都会听从 因此他有时候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举动 突然朋友的休眠仓着火了 得到男主和他发现时 休眠仓已经不能用了 于是他们使用备用的休眠仓 但朋友一直默默兢兢的不敢上去室 男主等得不耐烦了 帮朋友上去试了试 刚开始一切正常 紧接着休眠仓突然收缩 氧气都被吸走了 男主缺氧窒息 晕了过去 朋友拖了很久 才用刀划开休眠仓救了男主 男主很奇怪 为什么朋友不早点动手 朋友表示刚才没有找到刀 由于房间里的氧气只够50分钟了 如果不在这期间去休眠 就会缺氧而死去 男主对朋友的异常举动没有太在意 现在只有男主一个人的休眠仓可以用 证明他和朋友必须有一个人要死 男主非常不甘心 他决定拿走科学家的休眠仓 让朋友活下来 但朋友似乎语心不忍 他提出去隔壁向庇护所求助 那里的工程师也还在修理 男主很快就同意了 接着朋友带了氧气罩去隔壁找人 和男主用电脑给朋友远程指路 朋友到时却吃惊地发现 隔壁的庇护所已经没了 这里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死了 可刚刚电脑上还显示着隔壁的工程师还在修理 为什么一转眼就死了 其实这是一场善意的谎言 目的是为了让活着的人还不至于太绝望 朋友看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 只要又回到了远处 可这时男主却堵在门口 原来他调查了监控录像 朋友刚刚根本不想要救自己 一直站在那里看着男主 因为男主死了 他的休眠藏就是自己的了 但后来也许是因为良心发现 所以又救了男主 朋友表示妻子和科学家在这里一直休眠 自己现在不可以死 男主因为朋友背叛非常生气 想要开枪杀死朋友 朋友只好跑路 男主威胁朋友快点回来 要不然就杀了他的妻子 朋友只好远路返回 从背后袭击了男主 还注射大量的药剂 男主现在已经命不久矣 他拿枪对准朋友 却全是下不了手 接着他制服朋友好好和妻子在一起 然后倒了下去 其实男主一直因为家人的死而自责 而且非常想要去陪死去的家人 只有朋友躺进男主的休眠藏 影片最后地区的空气终于恢复正常 朋友的妻子也再次苏醒 但此时朋友已经显得很苍老 他每隔半年就要醒一次 一次会衰老四个小时 现在大黑如此衰老 看来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影片结束 感谢观看